我會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個 精彩的醫生 繼續為這個社會付出 幼稚園的時候 正值香港的沙士 那時就很多時間看這個教育電視 看到這套細菌的大王 那時就在想 為什麼細菌這麼小粒 肉眼都看不到 但都可以殺到人 自此就對細菌很有好奇 一路讀書的時候 中文作文的老師都會說 可以說一下 社院文醫生當年如何犧牲自己 去服務社會 更加重要的是知道 香港前線很多醫護人員 在疫情底下都幫助很多病人 所以一直都很希望 可以以一個醫護人員的身份 可以繼續服務香港 港大醫學院教給我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思考的模式 問題基於學習 原來自己從一個問題 去找一個答案 這樣是比起打開本書 續航續航看是更加有效 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是由簡單的一條問題開始 為什麼這些痰是綠色的 然後我們就會去說到 痰裡面結構的成份是什麼 慢慢逐條逐條問題這樣問 讓我們可以深入前出 去解答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方法 在畢業之後 都會幫助我們繼續學習一些新的知識 我記得第一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要記一大堆藥名的時候 覺得很辛苦 然後就作了一些歌 來讓自己方便去記 當年有一首歌是 했어 心臟科的音樂 有一套叫 尾是 嗷 då 所以在唱 Propenololo, Asmolololo 我觉得这些过程很辛酸但都很开心 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究竟去外国交据一年 或者读一个Master 或Bachelor的课程都可以 当年去了瑞士学期 第二個學期就在港大做微生物的研究 這一年就令到我有很多可能在其他地方讀書得不到的經歷 小時候已經開始很喜歡細菌 所以就一直都會想讀多些 微生物這一科其實是很特別的 微生物跟人體的聯繫很緊切 它是唯一科真的會跟其他生物去接觸 從微觀和宏觀的方法去看細菌也是很重要 微觀當然就是看細菌的特性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但宏觀也是看在一個疫症底下 究竟社會可以怎樣合作去令到這個疫情盡快完結 香港是我紮巾的地方 而身邊每一天接觸到的都是香港人 讀書、長大、所有東西、所有記憶都是在香港 最喜歡香港的海景 覺得累的時候都會看一看海 聞一聞海 那就立刻放鬆了 希望將來都會留在香港 繼續為這個社會付出 衝浮